韩流热潮使人们对韩国产品的偏好度不断提升 寻找韩国产品的中国买家也越来越多 一提到韩国产就会联想到卓越的产品质量 随着人们对这种认识的加深 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请看2012中国商务广场现场报道 中国买家正在仔细查看各种商品 他们正与优秀的韩国企业进行一对一出口洽谈 韩国企业带着IT 电子 珠宝 时装 医疗品等各种领域的产品 遇在中国寻求开拓市场的机会 我觉得韩国企业他们有更好的品质 更好的技术 然后发展也比我们要超前一些 然后值得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 本月29至30日在Qoensis举办了 为期两天的2012 China Business Plaza活动 在大韩贸易投资阵型公社和韩国贸易协会 共同举办的本次出口洽谈会上 共有70多家中国势力 强大的买家和项目下发企业参加 最近中国市场作为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新鲜市场倍数 在全球经济危机中 其出口的减少幅度也相对减少 因此对国内的中小企业来说 本次出口洽谈会 将成为他们开拓全球市场卖出的第一步的跳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